从疫情爆发到今年4月 美国有3607名医护人员死亡 护理师比例最高占了32% 要从这未知病毒的手里抢救人命 成为他们职业生涯里最大的挑战 当医疗人员疲于奔命 或者是说当医疗资源不够的时候 像我们知道印度就是因为这样 没有氧气 迪欲会造成很多的重症病人的 一些死亡的增加 不管是急诊或者医院 能够来保留医疗的资源 给真正适合的人 5月25号 美国阿拉巴马州RMC医院的 新冠医疗小组最后一名患者出院 这是14个月来 医院第一次没有任何新冠确诊病患 在美国疫情高峰时 医院禁止陪病 台湾疫情紧张 有没有可能减少陪病呢 在德州的急诊医师周浩昌说 美国急诊护理师 一个人最多照顾四五名患者 但是台湾是四倍 长期接近饱和状态的台湾医疗人力 要比照办理确实有困难 而除了眼前的挑战 患者出院后 还有后续问题 康复之后呢 可能是好几个礼拜 甚至有超几个月的 这个缺氧期 你可能都需要在家里吸氧器 从COVID recovery的六个月后 开始有一些 我们称为post-COVID syndrome 开始有一些 不管是呼吸不舒服 或者是 算是全身无力 或者是胸痛 他们就会继续来医院 继续来急诊 所以这就会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第一线医疗人员的呐喊 担忧医疗崩溃 而每个人最低限度能做 也应该做的 就是待在家不群聚 TVB的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导